前段时间 格斗迷报道了马克扎克伯格在柔树比赛中摘金夺赢的消息 近日这位亿万富豪又搞出了大新闻 他与另一位顶级富豪特斯拉推特的老板埃隆马斯克两人隔空喊话 表示要在八角龙中来一场龙斗解决恩怨 两位亿万富豪如此洒脱的要玩格斗 可是让一众吃瓜群众看得开心不已 据国外媒体的报道 事件的起因很简单 扎克伯格的Mita公司被报计划推出一个与马斯克的推特有竞争的平台 公开名称可能为Threads 有国外网友将这一消息发布在推特上 并称Mita的首席产品官考克斯在描述这一产品时说 这是我们对推特的回应 并且他将允许NZ用户自动将他们的关注者和用户信息 直接转移到这款新的应用程序中 在这个网友的推特评论区 埃隆·马斯克评论并点名扎克伯格称 我敢肯定地球迫不及待地想要完全被扎克伯格掌控 没有其他选择 随后在与网友的互动中 有用户艾特勒·马斯克说道 最好小心点 我听说他现在练习柔术了 马斯克紧跟着回复 如果他真会 我准备和他来一场龙斗 而扎克伯格的回应十分简单 他与小英用了同款发言 Send me location地址发我 在后来的回复中 马斯克表示如果是真的 他会去 据媒体公司的编辑表示 扎克伯格是认真的 就等确定对决的细节了 毕竟对他来说 这次对决是有百利而无一害 不仅极大的宣传了新产品 自己在格斗技巧的席链上 还有着明显的优势 体重有优势的马斯克 随后也在推特上表示 要在拉斯维加斯打八角龙 并称自己有一个绝招 会轻松把对手压在身下 作为聪明绝顶的商人 EOFC老板白大拿 怎能放过如此大好机会 他很快公开发声表示 已经与两位富豪进行了沟通 说道 他们都是认真的 真的想来一场 并且扎克伯格的回复 很显然就是小英 在回应别人挑战时所说的 这应该很能说明问题 我昨晚和他们两个都聊了 他们都对此非常认真 扎克伯格主动联系我 问对方是否是认真的 在我找到马斯克确认后 我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如果这两位富豪真的比赛 那么一定是前所未有的盛大 比以往所有的比赛都要引人注目 将会打破所有PPV记录 数亿美元会被用于慈善事业 即使不是格斗迷 都会对这场比赛感兴趣 能看出白大拿 是十分想要撮合 两位富豪的这场大战 那么你认为 真的有可能变成现实吗 你又看好谁获胜 致想要有通风筝 你会打破这个面裆